好 首先我們要來看75頁的第三題 這143平方公分 平分成兩塊 平分成兩塊就是除的意思 那兩塊就是2啊 那算式怎麼寫呢 就是143除以2 就是等於這一題要算出來的算式 那我們呢 可以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從直接十位和幾個十 剛好可以整除和幾個1來思考 所以呢 14個10除以2等於70 3除以2等於1.5 其實事先可以是2分之3等於1.5 所以143除以2 143除以2就等於71.5 答 71.5 平方公分 那我們從直式來看的時候呢 就可以對齊是最重要的事 當你要用直式的時候一定要對齊 百位 這裡呢 補0 因為0個百沒辦法分給兩個人 那14個10剛好可以分給兩個人 每個人用掉 每個人得到7個10 用掉了14個10 所以剩下3 那剩下3呢 當然就是在個位上用掉1 所以呢 用分給兩個人 每個人得到1的時候用掉2 所以剩下10 那剩下1的時候呢 我們呢 要必須要用到10分位 10分位就是1變成10個0.1 那分給兩個人 每個人得到5個0.1 所以用掉了10個0.1 所以就變成0 這個0是指0.1的意思 就是一樣 114 3除以2 也等於 71.5 達 71.5 平方公分 好 謝謝大家 我討論了 大膽 準備了